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今天的内容 我的课程里面我大概不会区分问问题的时间跟就是在讲这个简报的时间 所以说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 刚好我本来以为说可能有更多人在更大的地方 这样子可能不适合直接提问 那如果是在今天这个场地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算是OK 所以麻烦各位有问题的时候就直接提问 好吗 OK 好那首先为了加强这个印象 我要开始来一个问题前的问题 谁最不会问问题 好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在讲来人包 分享来人包的制作的这个里面 有不对不同的对象 有读书的同学 淫队的参与者 休课的大学生 NGO的工作者 然后进休课的学员跟公务人员 好那今天又增加一个选项 公司社团的成员 那各位觉得说谁最不会问问题 应该不会是今天的这个社团成员吧 所以呢 请多问我问题 不然就是我问你问你 好而且我一定会问 我已经在问我还会在问 那先别管来人包了 首先来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说明吗 好说明 explain 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 好 哪位要回答 我们快一点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说明 这个说明这个名词实在是太稀有了吗 还是太陌生了 还是太熟悉了 就以致不屑来说这个说明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人要 好那位 说让别人明白 让别人明白 好OK 好 有没有其他人有其他的想法对于说明 苦让别人 啊 苦让别人 啊 什么 对不起 苦让别人 苦让别人 OK 好 那还有什么 意见吗 好 其实 当目前 可能意见比较少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 在接下来的过程之后 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进行 就是 我会问问题 然后各位的 跟我之间的互动呢 也会变成今天分享的一部分 那如果各位能够 做最多的一些互动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会比较丰富 因为就不会是我只有单向的 跟各位讲 我知道的事情 也会从各位的回应当中 我可以去激发我去提出更多的一些想法 那其实我对于说明啊 我是有一个比较 就是我把说明的元素抽离出来之后 我觉得说明其实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特定的内容 经过某种表达方式 让不懂的人 变成懂 其实这跟刚才第一位讲的也是有点接近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关于说明这一件事情本身 你就是可以把说明的元素给抽离出来 你就会发现 他可能有一个内容 他可能有一个表达方式 他可能有一个说的人跟一个听的人 那这个说的人是懂的人 听的人是不懂的人 那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图示 就代表了说明这件事 那说明人人会 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好说明 接下来我们就要提一个例子 什么叫做没有办法做好说明的例子 我想因为各位上过其他的社课 但也有可能没有上过之前的社课 所以呢 可能有些人重复听了这个例子 那就请见谅 我就来播放一下 经济动能推险方案 大家笑的人应该是已经看过了 经济动能推险方案是什么呢 我们很想用几句简单的话 让大家能够了解 但是啊 几句简单的话 实在无法说明这么多的政策 因为经济发展 需要很完整的规划 经济才能动得起来 所以这些方案当然很复杂 好 这个他说了几十秒 但事实上我们还是不懂 他到底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他自己一开始就讲白了 几句简单的话 实在无法说明这么多的政策 可是难道他觉得 民众不需要了解这些政策吗 好 那其实这个当然 这个广告本身来讲 他是没有达到说明的效果 不过他做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他相传这个广告吹声的G0V零食政府的诞生 所以这个广告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不只是只有在讲政府而已 其实民间的社团 包括很多NGO在做自己要推动的事情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做好说明这件事 让别人懂得他们在做什么 才有可能进一步的支持他们要做的事 那这也就说明了 做好说明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时间耽搁一点 我可能就直接接着讲 因为啊 在不懂的情况底下 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对一个事件 对一个议题 来表达我们的态度 如果你不懂 那你到底是要赞成还是要反对 其实这地方就会 理论上应该是画上一个问号才对 就是你如果不懂 你就没有办法表达 对一个议题 对一个事件的立场 可是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服贸协议 在刚刚签署的那一阵子 就还没有有318运动产生的时候呢 其实有报纸啊 媒体啊 有一些民意调查 都显示 其实多数人都不懂 什么是服贸协议 可是当你问他 那你赞成还是反对的时候 多数人都会跳出来说 我反对 那这就好玩了 为什么你不懂 你要反对 那所以这个情况 重要的地方就变成 如果你说明做得不好 别人可能会无来由的反对 或是赞成 而这个结果可能不是 这个倡议方所想要的结果 那简单来讲一下 说明的元素 刚才我们画成那张图 其实我们讲到说明的元素里面 有内容跟表达方式 那说明的元素是什么 就我自己整理 我认为应该可以 最简单把它分成两块 也就是内容的简化 跟表达方式的设计 内容的简化 跟表达方式的设计 不过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状况 它会变成有点相反过来 就是它的内容呢 是经过设计过的 它的表达方式 非常的简化 诉诸人们的原始情感 那这两种不同的内容呢 都会透过媒体来散布 其实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张图里面所讲 当内容简化 跟这个表达方式经过设计 我认为它应该比较适合 来传布这个社会议题 可是如果当它的内容是简化 而内容是经过设计 然后表达方式是简化的情况底下 那我认为它可能只适合 散播八卦 好那八卦 大家也知道 总是家有天处 可是你也不会认真看待 就是这么简单 那媒体要怎么做到 这样子一个平衡 去就取决于说 它自己怎么样子去 它到底是要谈的是 社会议题还是八卦 可是常常 媒体有时候在做的时候 它也把这两个在混淆在一起 那这个事情更进一步的复杂 形成一个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更复杂呢 是因为 现在网络世界里面 内容的生产者 跟内容的消费者 有时候很难区分 我们也是 自己乐听众 自己也是一个媒体 我们是一个自媒体 我们可以产生某些内容 简单 最简单来讲 在你个人的social media 在你个人的社交媒体上传播 你的facebook账号 你的twitter账号上面传播 那你其实也可以来思考 你要选择的方式是哪一种 那接下来我们再对大家提问 如果说有了说明 但是这个拼的人还是不懂 请问谁该为此负责 是说的人还是拼的人 好请各位踊跃发表意见 说的人为什么 他就是为了要说明 是 所以说的人还是不懂 那是他 好 OK 有没有人有其他意见 大家都觉得是说的人的问题吗 听的人都没问题 是 我觉得是说的人跟听的人都 是 你要说假设说的人跟听的人 两边已经有居舍立场 是 刚好是对应的话 是 那也许一件事情就较不好说 是 好 呃 对 不过 这个 呃 好 接下来有没有其他人有其他的意见 好 我觉得两边都有 都有问题吧 说的人可能不懂 用听的人听得懂的方式 是让他听懂 是 这是说的人的部分的责任 那听的人的责任 呃 可能他的背识是 做 了解这个东西这样 是 好 呃 呃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 大家其实可以 自己想一下说 自己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不过就我自己来说 我是有某个答案 我简单讲就是 不是听的人听不懂 而是说的人解释太朦胧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认为说的人 呃 要负的责任是绝大部分 呃 原因在于 今天 说的人他可以决定 他要用什么方式来说 但是听的人在听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帮这个说的人来决定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告诉我 因为我连 你要告诉我什么 都是不懂的状况 底下 听的人是没有办法决定 这件事的 那 我个人认为 其实第二位回答的 呃 呃 这个朋友 他其实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 应该可以 大家进一步来厘清 就是 如果 我们是两个立场 不一样的人 我们之间能不能进行说明 那 我认为这地方要 厘清的一点是喔 说明最重要的事情是 让你懂 我现在讲的这件事情 但是还没有 到走到那个 要改变你立场的地步 所以我其实是可以 说到你懂 这件事情是什么 然后再来决定 你的立场是什么 但是如果 你连这件事情本身都不懂 就已经保持了一个立场的话 那 这个对于大家在 决策上面 特别是公共政策的决定上面 就会产生问题 因为会变成是一个公共政策的决定 是决定于一群 也许他们不懂的人 我 我并没有说是 是什么单位 好 那 为什么会解释不清啊 这一点 我想 今天呢 我们暂时不讨论一个 无解的状态 无解的状态就是 说的人 无论怎么说 这个听的人 都不愿意听的 就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在目前底下 它可能基于一个 比如 举例来说 比如说现在大家 比较不信任政府 政府不管说什么话 大家说不相信 就是不相信 这个情况 如果信任 这一点不解决的话 他可能是会拒绝 聆听对方在说什么 这个情况我们不讨论的话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解释不清的障碍 有哪些 解释不清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这个懂的人 他是不是真的懂得 这件事情 我举一个 我觉得我蛮欣赏的一个 连续创业家 他现在是 Founder Squad的CEO 他讲了一句话 正好可以来解释我所谓的 真懂跟假懂 就是 It's one thing to observe something It's quite another to see what it means 那我的解读就是 真懂跟假懂 你不是只看到这个事物的外观 而真正懂 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事物的内在的脉络 好 那 所谓的真懂跟假懂 会衍生出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你自己不懂的话 但是你的目的 第一 是要让别人懂 你觉得 这个说明有可能成功吗 好 结果就可能是 你自己不懂 别人也不会懂 那另外一种状况呢 是你自己懂了 但是呢 你想要让别人懂 可是事实上 你自己懂跟别人懂 不是同一回事 而且常常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在不懂的时候 你非常的了解自己不懂 但是当你从不懂 变成懂之后 好像很难回想 当初自己为什么不懂 这是我称为 有点像是走奈何桥的那个理论 反正你都过了桥之后 你就忘了为什么在桥的这一边 但事实上 不过这部分有多困难 说明的人应该努力尝试去解决 这个听的人听不懂的问题 也就是要尝试想象一下 他到底是哪边出了问题 包括说刚才有一位 这个朋友他回答的 就是他可能背景知识不足 背景知识不足 这问题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在背景知识加以补足 就是你讲更基本的东西 让他明白 那也许这个说明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那最后 让大家复习一下国文 相信大家的国文都非常的好 这是孔子说的话 直圣文则也 文圣直则始 各位应该 哪位可以稍微翻译一下 好 没关系 那我们直接来简单简略的 用白话文来示意一下 前面那一句是讲的 如果文章你只重视内容而忽略形式的话 你就不会有文采 文章就会粗俗空洞 那如果呢 你的内容是 而你只重文章而忽视内容的话 你就只有华丽的词早 而内容空虚 那个贫乏 好 这就是所谓的 如果文质并茂 就是内容跟形式完美统一 这才是君子作文的最高境界 而且这是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就是借用他这句话 我们拿来讲说 我们在做说明的时候 我们要重视两件事 就是内容跟形式 内容跟形式 刚才已经讲过了 当它超理出来 变成一个说明元素的时候 就是简化的内容 跟表达方式的设计 这时候呢 会用这张图 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所认为 跟别人说明的三个平衡点障碍 第一个是 你的简化 你要简化到什么程度 如果简化到太简单 别人不会明白 如果你简化不够 那会太复杂 也会让别人难以明白 所以这是第一个平衡点障碍 在内容的简化的拿捏 那第二个平衡点障碍是 你表达方式的设计 你到底要怎么样子 来设计 这个跟刚才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障碍有关 就是你自己虽然懂了 可是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要让对方懂 所以你必须以对方最能够了解的方式 来设计你的表达方式 那这是第二个平衡点障碍 那第三点就是 这个内容跟形式的平衡问题 也就是刚才孔子所讲到那句话的延伸出来 你必须考虑 表达方式跟内容之间的平衡 好 那讲到这边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是很快 有些东西是我自己在讲 平常是让大家一起回答 然后提出一些意见 然后我们在经过互动之后再往下走 那 不过今天可喜可贺的是 我们到现在才用了大家二十分钟 所以我们已经赶上我们预定的进度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比较和缓一点 大家认为来人包是说明的一种形式吗 好 有人点头 我直接问反对的人 有没有 好 看起来是没有 好 有反对 意见是什么 我感觉 懒人包 就是 我看到这个懒人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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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说 他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 来人包是没有办法互动的 他是单向的 他不是双向的 那 我 反过来 我进一步来讨论好了 那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新闻报导 是不是说明事物的一种形式 也不太算 好 OK 那可能我们在定义上面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啊 就是 因为我正要讲的就是说 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也可能是单向的 那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应该是说 你认为说明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人 或者是一个方式能够让听的人跟说的人之间互动 才算是说明 OK 好 这个定义我不反对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定义 不过 常常我们在说明的时候 它的确是一个没有互动发生的 好 比如说 你如果看一份报纸 甚至你看一个杂志的专题 你 你事实上是问不到人 但是呢 你自己可以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跟动机去进一步了解 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资料 或者是你在就这样的内容 再去问其他的 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 等等之类 那 如果我们要进行下去的话 如果我们在这边就卡住就讲说 那来人包不是说明这一种形式 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说明 事实上都是另外一个分享课程可能要讲的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得采取一种比较宽松的定义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要必须得接受 在没有互动产生的时候 仍然可能是一种说明 如果在这种条件底下的话 那来人包 应该就是刚才点头的这些各位所认同的 就是来人包也应该也是说明的一种形式 那当来人包在做一种说明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产生一些批评了 其实你刚才讲的它不是说明 已经算是最温和的批评 好 很多人对来人包的批评包括什么 来人包让人变笨 来人包误导民众 看来人包没光明素养 好 这些言论都是真的 如果大家就是直接用这样的那个名词去Google搜寻 你就会收到说哪些那个批评这样 我看完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 蓝包跟你有仇啊 呃真的 尤其是在我自己是做来人包 而且我是强调来人包的制作品质的人眼中看来 真的是 蓝包有这样的被污名化的情况实在是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但是必须承认哦 除了大家的误解 很多时候来人包真的没有做好 那但是没有做好 是不是值得苛责 我个人认为 有一个要件 就是 它是不是故意做成这样 好 如果它是因为不会做成这样 我觉得 我可能还不忍苛责 可是如果它是故意做成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 哦 家里好好的来批判一下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去回顾一下 啊 蓝人包是怎么出生的 好 蓝人包的身世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蓝人包是怎么怎么诞生 好 那没关系 我就直接跟各位介绍一下 根据我能够查到的资料啊 其实蓝人包最早是在 呃 BBS上面诞生的 BBS上面的讨论 各位有去讨论过吧 就是它是按照时间去 新的会出现在最底下 那之前有人讨论过的东西 就算你有回应的话 回应 那个re reply的那一片 会出现在最底下 可是最早那一片 已经不知道在上面何处了 那如果后来的人 他看到的是这个reply 他想要去回去回应之前的一些内容 如果他没有完整的引用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在reply那一片看到 所以他必须要卷到很上面的地方 去回顾之前大家讨论了什么 那于是就有所谓佛心来着的人 帮大家整理出来之前的内容的重点摘要 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就能够回顾这个事件 到目前为止的来龙去脉 这个就是最早蓝人包的起源 所以他的原始初衷 是要进行后续讨论前的未始 就是为你一些资料 让你看一些东西 各位 这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要进行后续的讨论 你就不用做这个动作 我们今天做这个动作 是为了要进行后续的讨论 所以这一点之所以重要 重要在于 懒人包只是另外一个起点 而不是终点 就是不管你要了解这个事物 还是要了解这个议题 其实他只是一个入门专而已 并不是告诉你说 懒人包的说明已经足够让你变成专家 好 所以呢 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知道 其实所谓的懒人也没那么懒 因为他还要进行后续的讨论 那如果我们去查google chance的话 你就会发现 2006年以后诞生的懒人包呢 其实他的google chance上的相对搜寻量 是长这个形状的 本来 在去年 这个刚好去年有一个高峰 这个是相对搜寻量百分之百 有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来这是什么事件造成的 有人已经说出来了 两个字的 是不是 符帽 好又又又再次强调 对的确是符帽 在符帽之前 有很长一段时间 百分之百的相对搜寻量是他 2012年8月的时候 有没有人猜出来当时发生什么事 SARS 啊 SARS 不是 时间好像有一点 错开了 而且好像我也没有印象中 SARS有什么 非常非常著名的懒人包 洪仲秋事件是2013年 对 不是 好 其实这个事件啊 是 李宗瑞 但是呢各位可以发现 李宗瑞他的这个懒人包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去说明事物的这个懒人包 好像不同性质嘛 李宗瑞什么懒人包 李宗瑞懒人包就是 图片打包成一包 那个叫做图片懒人包 好 那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列 本 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 是因为当时在搜寻这个Google Chance的时候啊 你如果把时间选到说限定2012年 他底下的关键字就会出现李宗瑞 那你就知道原来对应到的是这个关系 那 现在呢 这个曲线不变 可是他2012年的时候GoogleChance 不晓得为什么他已经把李宗瑞这个关键字给滤掉了 所以你现在到2012年的时候你看不到李宗瑞 可是如果你把当年的新闻事件 再来对比的话还是可以印证这一点 或者是说我在我印碟上有当时的那个备份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好 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别人检举说 李宗瑞这个图片可能是一些违反什么Google Policy之类的一些状况 所以他就变成那个关键字就消失了 那懒人包是什么呢 刚才路由问大家 好像大家都知道懒人包是什么 那 大家要不要来讲一下懒人包是什么 诶 是这个情况是 知道但是说不出来还是 没有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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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没有形容词 那能不能够具体的说一下懒人包的内涵 我们不要形容它是什么 我们就直接讲它 它是什么 我不是讲 比如说它看起来呆呆的 傻傻的 这是形容词 那 但是它可能是一只猪 可能是一头牛 可能是一个什么 好 这一位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说出来 哦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说出来 很棒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做定义的 对事物做定义的一种 一种描述 好 那各位有人 有人觉得说 对这个 所以对这个 对这个 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 这个定义有 这个懒人包的意义 有其他的想法吗 好 这位 男人包 我觉得它很重要一点是时间 就在你消化这个内容的速度 是 影片它不可能超过十分钟 是 然后文章的话 大概会在两页之内 所以它消化速度很快 文章的话是两页之内 那个多或寡的那个差异 好 大家可以理解一般的荧幕的size 底下 一般的字形大小 可以容纳的大概的那个分量 好 就是反正你要卷一次 就这样 好 那 其实这个是一个 懒人包的 这比较像是一个懒人包特性的描述 就是它不能够太长 它必须要短时间之内就让别人看完 好 那就我自己来说的话 其实呢 我是有一个比较严谨的 接近在论文写作上面的一个定义 可是如果现在直接讲出来的话 各位就是左而进右而出 所以就不会知道这个 理解 记忆这个东西 所以我又把这个元素呢 再次的抽离出来 做成一张简单的图跟各位说明 我所认为的懒人包啊 是 收集一个事件相关的素材 透过重组跟排列 所得到的加工内容 好 这个 几个元素 记忆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它一定是有原本的素材 然后去产生一个加工内容 但是它中间有一个重组排列的过程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 用文字的描述的话 就会变成这样 好 收集一事件相关素材性重组跟排列 所得到的著作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懒人包的定义的懒人包 就是把里面的元素给抽离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排列 变成一张简单的图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真来人包的素材 好 这个动词可能对大家来讲 既熟悉又过深 因为来人包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包了 所以我就是真 来人包要怎么做 就是用真人 好 用真来人包的素材呢 简单来分 就是分成两种 资料 跟 梗 好 这个字其实念梗 它本来是 原意啊 是相声里面那个 就是插颗打魂的高潮的桥段 但是因为这个相声的演员 在跟这个新闻记者讲这个字的时候 新闻记者实际上是不会写这个字 然后听那个声音也听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就是以而传而的结果就变成 大家现在记得梗 好 其实它原本是这个字念梗 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啊 可能 不见得对于 找这个梗 会来得很精通 但是呢 各位一定对于找资料 会觉得说比较轻松 所以其实 每一个人 在做这个来人包的时候 它的素材 它可能是会在某一块比较强 但是另外一块比较弱 但是索性呢 它不见得一定是自己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先继续的说下去 如果我们有便于取得的食材呢 那我们才能够 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有很多办法 能够让资料的取得 变得比较容易 所以呢 其实 还是有很多方法 能够促进这一点 好 比如说 GINB在倡议的开放政府 跟开放资料 我们就可以 让这两个圆圈呢 伸出一个东西 叫做开放政府资料 这个就是我们便于取得的食材 然后 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些料理 就是 比如说优化 或者是补充的政府服务 那同样的 染红包的素材 也可以来自于 开放的政府资料 好 那染红包的素材 还可以从哪边来呢 这地方必须 我想 呃 在座的各位 maybe 今天 有比较高的比例的人 会听过这一个 名词 叫做 创用CC 好 有知道这是什么的人 慢慢举一下手好吗 好 有两位 但是还是有 好 那这已经是可惜可贺了 其实我们在 网路上 我直接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 你觉得啊 我要做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直接透过 Google引擎搜寻到的一张图 就直接把它用在我的简报里 然后我贴在Facebook上 然后给别人看 各位觉得这样子 有没有侵害著作权 有人点头 好 好 我可以直接回答 因为时间关系 我直接回答一下 著作权的这个侵害 它是在一个未授权的状况底下 就代表你已经侵权 但是呢 你会不会被受罚呢 事实上是取决于几个因素 包括说原本的这个著作权的拥有者 第一个是说这个这个材料 它本身是有作作权的 第二个是说 这个作作权的拥有者 他知不知道这件事 他想到要采取法律行动 来告你 威胁你或者是想跟你拿一些授权金 或者是说 今天他没有一个合理使用的范围 可是一本是合理使用的范围 他也是一个风险 因为衡量合理使用与否 如果进入法律程序的话 那个就要看法官对于著作权法里面 合理使用的相关判断来认定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网路上随便抓一张图来使用 你如果不顾及 是谁产生这张图 他的授权条件为何 常常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 就侵害了别人的著作权 可是 创用CC这个概念 非常的有趣 他是让这个著作权的拥有者 在保留部分权利底下 其他的 就让你来用 比如说他有一些授权的这个组合 像是by 就是谁做的 我这个地方是简单的 用白话文来翻译 他这个意思 或者nd 就是不能敢 你只能用不能敢 nc就是你只能用 但你不能用来盈利 然后最后是sa 是你必须用 你用了 就要用我所授权出来的条件 相同方式来分享 那透过这种组合呢 你可以得到底下六种 简单的授权 那大家看到这个 创用CC这个标志 这个CC的时候 再加上他的使用条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依照他所设定的条件 自由的来使用别人的著作 好 这就是创用CC 透过Google的搜寻引擎 你也可以在进阶搜寻的地方 去搜寻到那些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 又可以改 你可以用 又可以用在商业盈利的行为上面的一些著作 好 那我所有的内容 我所产生的 包括今天的简报资料 在第一页其实有一个短网址 在各位的这个社客的hackpad上面的第一行 我已经把等网直接补上去了 各位可以取得 线上取得 我今天的简报 我今天里面的简报 只要不是引用别人内容的部分 是我自己产生的 内容所有都是用姓名标示 相同方式分享 这就代表 各位只要标示我的姓名 你可以取用我所有的内容 拿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但唯一有另外一个条件是 你产生的这个著作 也必须要再用相同的方式分享出来 那还有一个素材取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 叫做The Non-Project 这个是就直接打The Non-Project.com 它就会带你到一个这个网站 它就是全球所有的图像设计师 就是icon designer 你都可以来加入 你加入之后 你只能选择两种方式 来标示你的授权条件 不然你要把你的这个素材 变成public domain 就是公共领域 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情况的使用 不然就是CC by 就是你只要姓名标示了 我就可以用 那万一我选到的图 这个item是一个CC by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标示姓名 或者是我真的不愿意标示怎么办 好 怎么有人这么欢的 他还明明就给你用了 你就不愿意标示姓名 但是没关系 这个计划也考虑到这一点 你只要付钱 付少少的钱 你就可以任意拿去用 你也不用标示姓名 每一个个别的icon是1.99美金 但是如果你愿意用9.99 加入这个月费制的话 你每个月可以无限制的使用上面所有的icon 而且你只要用了 你下载了 就算你之后没有subscribe这个服务 你之后照样可以用 这个CC by的授权 或者是public domain 或者是让你用的 这个网站上 你用钱去买到这个授权 它是不能撤回的 也就是说 一旦经过授权之后 这个状态已定 你之后你都享有这个使用权 好 接下来跟各位谈一下 做好懒人包 什么最重要 我们刚刚还讲的 就是说明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说明 那懒人包是说明的一种形式 那理论上来讲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好懒人包 否则就不会有 那么多关于懒人包的批评 不管是正确或是错误的 那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 对于做好懒人包 你们觉得什么地方最重要 OK 不能扭曲事实 不能扭曲事实很棒 扭曲事实的话 就等于是 用一个错误的东西 想要骗别人 或者是说自己也不知道 那是错误的 没有检验 然后就拿来使用 之类之类 好 还有没有其他哪位想要 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 好这位 自己要先懂 自己要先懂 好 对这个 没错 这个是任何说明的要件 就是你自己必须要真的先懂 好 那就我自己的判断 我自己的经验 在应该算是后见之明 我在回顾 因为我做了几个懒人包之后 我又回顾我之前做的内容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资料正确性这件事 好 跟刚才第一位回答的有关系 那 资料正确性呢 我又可以把它拆解成 两个部分来看 一个是资料的收集 一个是资料的解读 那这两个是有顺序性的 你必须一定有资料的收集 才会进入到解读这一部分 不然你的解读事实上是空想出来的 它是没有以资料为基础的解读 简单讲 这部分涵盖的工作 有在找资料 读资料跟说资料 这几件事情上面 那既然我们讲到这个条件很重要 那我现在来讲一下我所运用的一些技巧 来试图完成 达成这个部分 其中一个就是尽量完整 而且尽可能的接近资料源头 举例来说 你一定不应该是 你的懒人包的内容 完全来自于另外一份懒人包 好 这个懒人包 但是你找的资料是另外一份懒人包的话 我觉得这个相当的 有相当程度的怀疑空间 但是其实在太阳化运动的期间 的确是产生过一些这样的状况 不过 这个也很难讲说 那个产生后来那些懒人包 衍生的那些懒人包的原始的懒人包 其实也是我认识的人写出来 好 直接讲 那个 一位非常在运动期间非常知名的教授所做的懒人包 但他做的懒人包 其实是一种 就我的理解是一个未懒人包 就是并不是一个真的懒人包 因为懒人包 刚才有一位朋友已经讲到 他的条件必须是你几分钟之内就要能够看得完的 可是那一份懒人包 其实事实上他出了三本电子书 所以这样的东西还能够叫做懒人包 他只是名字上面写我是懒人包而已 我认为形式上已经跳脱了那个懒人包的那个范畴 所以就因为他太复杂了 所以有些人的做法是 我来做真正的懒人包 但是我资料不用找我就直接找这个 看起来不像是懒人包很复杂的 这个很不懒的懒人包 所以就形成了懒人包的资料来源完全是另外一份懒人包 但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没有接近自己去检验那些资料的真位 或是适用性的这个部分 也就产生了资料搜集上的一个问题 那更不要说资料解读完全是建立在原本的那一份懒人包的角度上面 那么再来就是 仕途啊 这个资料的涵盖性要广泛一些 他能够 如果你在谈的这个事情是比较大范围的 那你可能不是在局限一语某个特别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 这就是说避免资料偏废 产生瞎子摩响的这个状况 好这个地方 我再试着挑战一下大家的感官知觉 希望大家没有看过这个例子 这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好有些人就听过这个例子是不是 好 这张图片没有看过的人 有吗还是每个都看过 没有看过举一下手好吗 很少两位有点糟糕了 那你们认为这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蓝色 蓝色 它应该有两种颜色 蓝底黑条文 蓝底黑条文 好另外那一位呢 刚刚打一张 也是蓝底黑条文 也是蓝底黑条文 OK 好我们可能在这边光源的关系 在这边可能呈现出来比较一致 我看到的也是蓝底黑条文 可是实际上这张图在网路上散布的时候 它是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大家看到的有可能是 白底 金色 的条文 好 然后 而且有些人他更 更特别了 他刚开始看到的是蓝黑 后来又看到了金白 甚至有些人 又还经过两轮的转换 看过来又会看过去 这样子就会 那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到时候那个简报的解说 有那个泛科学的解释 非常地完整 其实是我们的 我们的头脑 会去脑补一些资讯 你看到的这张图 它有可能是它真正的颜色 也有可能是它反射出来的颜色 那我们的脑怎么样去解读 它到底是它真正的颜色 还是反射出来的颜色 就在于 环境资讯 给我们的脑 什么样的讯息 所以当你有注意到 简单来讲 当你有注意到 右边的光源的时候 你考虑跟不考虑 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详细的解说 各位可以去点范科学 那个 那篇解释 所以就直接告诉各位一个结论 就是 常常我们看到什么 并不代表什么什么 脑补的确存在 我们必须实实质疑自己 这个在真正 各位如果今天有尝试 想要去做一些说明的内容 不管是不是懒人包 你找到这些资料 它到底是不是像你刚看到资料 长的这个样子 所呈现出来 你可以很轻易的解读出来它的内容 其实是需要再三考虑的 好 再来就是 做懒人包可以不用会什么什么 但是你会什么什么 可以锦上添花 这个什么什么呢 你可以自行的填空 包括说画画 很好 视觉设计 写程式 当然这一块可能在座的各位 普遍来说会比较强 如果你会 很好 但是你不会 也不用觉得 有什么问题 因为照样可以做懒人包 这地方的话是 举一个例子 但是这个 字可能太小了 这是一个四格漫画 但是其实它也是在讲 三一八学运 反正到时候 有这个连结 各位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再去看 那像这个画的内容 就是很细 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会画画 但是我们要解释事物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讲出来 但是你会画画 也是一种形式 另外一个跟懒人包很相关的地方 简单来讲一下 就是资讯图表 资讯图表 这边我采用的定义 直接就引用了 Wikipedia上的定义 就是资讯资料或知识 图形化视觉呈现 用以快速清晰的表达复杂的资讯 这看起来 目的跟懒人包还蛮接近 可是它还是有一些形式上的差别 比如说我认为 两者共同所具有的特征都是不能无体 它都不是艺术创作 它一定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取决于 你想要采用懒人包 或者是资讯图表 或者是其他的形式来说明一个事物 那么它都是画凡为简 可是资讯图表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是 它常常也可以做成互动的形式 就是像刚才不如所讲的 比较严格要求的那种说明的定义 就是你要有互动 然后重点是在设计 而且它一定有图表 可是懒人包呢 常常是一个线性的表现法 然后重点在 我认为的重点在梗 它可以是纯图或是纯文字来表现 但是两者界限已经不再那么明显 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在台湾的状况 大家通常会混用 如果你用 资讯图表这个关键字 去Googlechance上搜寻 你几乎没有办法搜寻到任何的一个量 因为它的相对的量可能还是在 还没有突破那个到零以上的这个范围 尤其当你跟它跟懒人包一起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资讯图表的搜寻量一直都是零 那真这个包呢 可以是一个团队的作业 团队作业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区分工作项目 那懒人包有什么工作项目 就我所归纳出来 懒人包可以是有 为资料的人 讲故事的人 跟瞧画面的人 好 这三个人可以 是同一个人 那另外有一个选择性的 是在某些条件底下 比如说它是做成一个网页 或是一个程式的形式 它可以去做一些追踪分析的动作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工作 那这些工作呢 可以放在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或是更多人身上 那同样的跟程式开发蛮接近 它也可以iterate这个过程 就是一直循环的去处理 更新这个版本 那这三个角色 如果我们要讲 它各需要具备什么能力的话 简单来讲 为资料的人 最需要具备的能力 应该是 搜集资料跟解读资料的能力 而这个 收故事的人 他必须具有 这个资料跟内容 重组排列的能力 瞧画面的人就是 蓝人包的调味的工作 好 看似 好像他怎么做一个 微不足道的工作 可是他这个对蓝人包散步 能不能散步分享出去 其实扮演还蛮关键性的作用 那这就是 也是这些能力 当然是透过一个 iterate的这个过程 好 那各位今天来听这个 蓝人包的介绍跟分享 其实不用自己一定要会做 但是其实你应该可以 在这一个分享之后 了解到怎么去评价这些蓝人包 其中呢 重点就是 这蓝人包 他是不是有说了一个 好的故事 怎么说好故事 其实也是一个很长的理论 但是我这边简单来讲的话 我引用tad的演讲 tad的演讲其实非常多 可是我讲的这个tad的演讲 可是史上十大最多人看过的 这个tad的演讲之一的 叫做Simon Sinek 他在他那一集所发明的一个 他所称为全世界最简单的理论 叫做黄金圈圈 Golden Circle Circles 基本上就是三个圈圈 从内到外是为什么 怎么做跟做什么 那他觉得他的这个理论就是讲说 一个伟大的传播者 在说明一件事情 传播一项概念的时候 他是从内圈讲到外圈 但是其他人 常常在从做什么开始讲 然后偶尔提到一下怎么做 那对于为什么 搞不好连自己都不太清楚 这就构成了一个伟大的传播者 跟一般人的差别 简单放一段这个影片 The goal is not to do business with everybody who needs what you have The goal is to do business with people who believe what you believe Here's the best part 好 这句最重要的话是 再重述一次 The goal is to do business with people who believe what you believe 我约略的翻译一下 但翻得不是很好 不是跟那些有实际需求的人打交道 而是跟那些信念相同的人打交道 好 接下来讲到就是 我在尽情表达方式设计的时候 所经过的一些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当然是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懒人包 好 那再来 你会去看看你的懒人包 要对谁说 这个就牵扯到 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 说明能不能让别人懂的 关键之一是 因为你可以决定说的方式 但是听的人 他没有办法决定 你怎么对他说 所以你必须对这个听的人加以探断 他是到底是完全不懂呢 略懂还是普通 还是还蛮懂 当然如果他是专家 你就不用跟他说了 我们甚至不是专家 那对于这一个 了解你的目标对象来讲 有两个特别的重点就是 你一定是站在 比较右边的位置 对比较左边的人说 你不可能是一个 比较不懂的人 想要去对一个 比较懂的人来说明 再来就是 懒人包 并不能够 把完全不懂的人 一次变专家 所以你事实上 根本不要想要把他移动 一次移动一格以上 他甚至可能是在那一格里面的 一个小范围里面移动 懒人包就已经达到他的目的 那懒人包有他的限制 但是懒人包的确可以移动别人 那对于这个表达方式设计来讲 我自己一次整理我之前做的懒人包 有几个步骤 我先说明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人不见得有看过 我所做的一些懒人包 那我讲一下我的懒人包 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 它是图文简报式的懒人包 那有时候比较多页 有可能十几页到二十几页 那各位想想 哇 这么长的 都是一个完整的简报 可是问题是 我还是要求这些内容 能够在三五分钟之内看完 也就是说每一页的元素 相对来说它是蛮简单的 但是 这么长的内容 在现在网络资讯满天飞的情况底下 到底要怎么样吸引别人点进来 跟继续看下去 就构成了我现在讲的 这个表达方式的设计 其实第一点就是 透过封面的标题 跟标语 给它一个承诺 来吸引它 来看 那简单来讲 什么样的承诺呢 包括说你让它懂 这也是一个承诺 可是如果你就很简单的 平铺直序的讲这件事情 那它可能就没有办法 受到你的这个标题 或者是标语的吸引 所以呢 这个承诺也是要加上梗的 那当时我做了一个 新电信法第九条的懒人包 它的副标就是 比制裁封网更糟糕 好 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潜在的承诺 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 智慧财产局曾经想要封锁 重大侵权 境外的重大侵权网 这件事情 然后造成了后续一些 网友的抵制 跟串联 那你可能就知道 制裁封网这个名词 那当时它两个事件 蛮接近的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 借用这个制裁封网 我把它讲成比它更糟糕 而且实际上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那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副标 它变成一个潜在的承诺 就是你来看完了这个懒人包 你应该就会得到 为什么它比制裁封网更糟糕 这个结论 简单来讲 给承诺 你给出的承诺要 looks promising 它才会点进来 你如果给一个很天马行空 你自己懒人包根本就达不到 比如说什么 三分钟让你变专家 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那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吸引到别人 那第二个步骤呢 是透过共识 来建立彼此之间的讨论基础 你要先讲的 如果你的篇幅是这么长 你可以讲一些不同的事情 你要先讲的应该是大家 知道而且认同的事情 而不是他不知道 不认同的那些事情 用这样的共识 来建立两者之间的讨论基础 当然 这也必须要经过根本的设计 什么样的共识呢 简单来讲 可能可以分成 基本的需求跟奢侈的需求 都是我们会关注的事情 那这基本需求跟奢侈的需求 可能就是彼此之间的共识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健康很重要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自由很重要 那或者有一些你可能要传达的这个目标群众 他觉得速度很重要 或是钱很重要 这个后两者就是奢侈的需求 那么接下来呢 建立共识之后 你还要把它跟主题之间建立 跟这个听的人之间的关联性 他才能够让他进一步对这个主题产生关心 比如说刚才我们的共识是钱 那你就要讲到啊 今天这个主题跟钱是非常有关的 他可能让你每个月 能够多吃几碗牛肉面之类 比如说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部分呢 也会有需要跟的设计 但不是平铺直去这么简单 那么再来就是 你要透过他所懂得的范围的事物 去类比 现在我们要解释跟说明的事物 来让他比较容易理解 这个地方当然要梗的设计啊 那什么叫做用 他所能够理解的事情来类比 他所未知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刚才就有提到的 制作懒人包的素材可能就是食材 那么懒人包可能就是一个料理 那当然同样的这个类比的方式 也有人应用在开放资料 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临时政府的共同创办人伊塔 曾经在介绍开放资料 这件事情的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 就讲开放资料 就像是开放的食材 那透过这样的过程 如果你都成功了 代表他已经看到了这个 图文简报的懒人包很后面 如果他看完了就这么算了 没有后续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通常我们会做一件事情 但这也是选择性的 就是给他一些指示 你看完之后如果你也认同 你可以做什么事 这一部分也需要更的设计 那当然可能如果你是在倡议一个政策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他做的事就是某种形式的站出来 比如说连鼠或者是哪一天我们到哪边去路过等等之类的 那各位看到这边其实会了解 来人包其实很不懒 其实说实在这很不懒已经是很保守的说法 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来人包 事实上对我来说我每次都觉得是一个 绞尽脑汁筋疲力尽的过程 那通常也没有人付我钱 为什么我要那么累呢 原因就是因为改变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曾经做过一个塑胶杯干安全性的懒人包 那是我做的第一个懒人包 做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它叫懒人包 是别人讲说啊你做了一个懒人包 我才发现我这原来叫做懒人包 然后做了之后呢 在后来的一两年之间 它是产生了一些发酵 本来我们在每年大概都会有一篇左右的新闻报道 在讲述一下悲干安全性这个议题 可是也就仅止于此 让每年重复 那么在那一个懒人包出来之后 它可能是有某种程度的 让大家能够比较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后来有很多后续的状况 跟这个懒人包是有相关的 比如说议员在质询的时候 就拿这个懒人包里面的内容 政府应该订定非盖的一个安全标准 告诉消费者何者安全 不要把全部的责任都转嫁给店家 或是消费者本人 好 这个部分呢 他手上拿的那一份 就是我们指示的那个行动 就是要请他去参与一个连署 那他刚才的说辞呢 就是懒人包里面的部分的内容 所以其实就是被应用在这个议员咨询上面 然后 这个懒人包啊 是2012年9月的时候推出的 到了2013年6月的时候 那时候苹果日报有一篇报导 那我也把它画成一个很简单的资讯图表 来表示那篇新闻报导里面写的内容 就是从左到右呢 是一些连锁店家的品牌 他们已经逐渐从比较不安全的6号PS杯盖 再往比较安全的5号PP杯盖移动 那我必须要先说明一下 这个杯盖的号码 并不代表它是符合安全标准 只是它的耐热度有差别 因为材质它的耐热度有差别 不代表它没有释出化学物质 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更critical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回答 所以我们从耐热度简单来判断 它的安全性的话 就会质疑到这个6号PS杯盖在放热饮的时候 它的耐热度明明没有到这个热饮最高的那个温度 为什么它热饮还用这样的杯盖 当时的情况是这些连锁店家呢 已经逐渐的从这个杯盖转换成使用这个杯盖 已经有的要换正在换或是考虑要换 当时呢坚决不改的只有三个店家 就是星巴克麦当劳跟肯德基 但是时间到了2014年中 14家刚才我们看到的主流连锁业者 已经全数的更换杯盖 所以现在我在主流的连锁业者里面 我看不到热饮用的是PS杯盖 那再来另外一个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一个 新电信法第九条 当时在提出来的时候 本来这个NCC啊 他们是拟这个草案的 他们在一天 应该不是讲一天 在八小时之内就发布新闻稿 讲说网友想象力太丰富 其实我们并没有要限制 这些网路上的内容 那可是逐渐透过这个来源 包在一天之内就产生了 几千次的分享的效力 到最后有一些各界的名人就出来 也支持这样的一个呼声 包括这个是蔡英文 她也来支持这件事情 那不只是她 包括说这个 这是中国时报 当时整版 大家对于新电信法 第九条的意见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整理 包括蓝绿立委 然后包括这个消机会 包括这个业界 然后包括这个学界 然后包括艺文界 包括阿宅界 好 这些都有代表性的人物 出来反对这件事情 只有NCC是自己来讲 啊 没有问题 然后整件事情发酵一个月后 行政院二度退回电信法草案 所以其实 虽然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拿到钱 但是能够创造一些社会上的某种改变 而且你会觉得说 好像也许不见得存在 是这个懒人包的功劳 但是它一定也是产生改变的一份子 所以会促使我产生继续 做这些事情的动力 包括跟各位分享 我所做懒人包的一些经验 那当然 如果你不是要改变这个社会 你要沟通这个事情 当然也是有可能 所以呢 重点是 议题性的懒人包 它是一个手段 重点是你要达成的目的 你一定是因为你要达成某个目的 你选择用懒人包这种说明形式来完成 好 那这边的话 讲到一个 杜子军 他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 经济部的 可能不是部长 忘记什么次长 还是什么的职位 后来变成 推升到这个经济部部长 后来又辞了 后来又被聘怀 变成国发会的主委 他讲的一句话 他认为啊 年轻人只能够对他们讲一点一点的事情 不能做系统性的阐释 但是我的看法有一些出入 我认为 你还是可以对年轻人做系统性的阐释 只是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故事给说好 如果你不能够说好这个故事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让他去看 在这种资讯海词中去看你这个文确 然后政府花了很多钱 或怎么样 然后你就抱怨 都没有人来看 都没有人听我说话 或他就反推 所以年轻人就是不能够懂这些东西 好 这个我是有不同见解 我认为就是 不是他会没办法理解 而是资讯过载的选择 资讯过载下 我们必须去选择我们要看什么东西 有一份研究讲说 我们一天接触的资讯量 已经相当于15世纪人一身的资讯量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现在人跟古代人相比 我们现在有多忙 那在这么多的资讯之中 懒人包我认为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效是 去引起他进一步了解这个议题 或事物的兴趣跟动机 就像我们看到 懒人包的原始初衷 是让别人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而不是就停止了 告诉你够了 你只需要看这些 懒人包今天绝对是另外一个起点 让你触发你的动机跟兴趣去进一步了解 那懒人包类型有哪些呢 其实就是有纯文字的也可能是懒人包 包括BBS上面的一些文字的整理 声音的懒人包 影像的懒人包 图片的懒人包 或是这些东西整合起来 的一个综合的懒人包 其实当它综合的时候 有可能它会产生最好的记忆效果 原因是因为 有一份研究指出 绝大部分的记忆是由 视觉听觉语意的编码所创造 而你要创造更加的记忆程度的话 就是综合这三者 好 这个 这个一个是一个小例子 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 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就是一个大资料的小数字练习 这一系列呢叫做 如果地球是一百人村的图像系列 它会把地球上很大的一个数字 都一长串 什么几十亿什么的那个数字 转换成说 如果它是百分比的情况底下 只有一百个人 那有多少人 比如说这个图是讲 地球是一百人村 那有多少人是文毛 有多少人是 视字的不是文毛 它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图式来代表 眼镜破了一角 破的这一角代表是文毛 OK 那或者是说 你的皮肤的颜色 你的年纪在什么范围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明 用一个很简单的图式 简单的数据 来产生一个很大的 原本很大的数字 那大家看到那个数字 可能是几十亿什么 又几千万 然后几百 这种看完这个数字之后 我就已经很难感受 这个之间到底 对我来说它程度到底是多大 人类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精确的去计算 那么大的数字 但是你把它变成一百人 百分比之后 它就产生了一个神奇的魔力 那大家就很容易了解 那更进一步的练习 它可以是一个四格式的 比如说你把一个故事切成四等份 可能就是四格漫画或者是四张图 或者是四张简报 那你要尽情的就是去注重头尾 然后中间的情节 你可以去筛选重要跟次重要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想说最后 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些例子 不过这些例子呢 各位如果去看这个 线上简报的版本 也可以直接透过它的画面上面 就点击到相关这些例子去看 所以今天我不会带各位 看完这完整的这些例子 但是我会 稍微跟各位讲解一下 这些东西 我所观察到的一些事情 好 比如说 第一个例子是这一张图 好 这张图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 它 我先讲一下 一个 Disclaimer 就是我现在所讲的 给各位展示的例子 不代表我认同这里面所有的内容 只是呢 跟各位介绍 他们表达方式 设计上面我观察到的事情 OK 好 这一个图它讲的一个故事 是在讲 如果今天 日本的福岛核灾 发生在台湾核四的地点的话 那 它可能有一圈一圈 红红的疏散范围 可是呢 如果你要讲这一个事情 你用这一张图来表现的话 就会发现 其实 好像没那么可怕 就是 蓝蓝的海 绿绿的陆地 然后 但是它上面的字呢 就算我在电脑上看 也是小到不行 我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所以很难 一目了然了解这一张图的重点在哪里 那但是呢 后来就有一个 也是我的朋友 它把它转换成这一张图 好 它的这个元素就已经筛选了很多 把重要的元素留下来 而且特别是 它这个 配色上面 有经过挑选 你看到这一张都 好像都感觉到 核灾就快要发生的那种感觉 然后 它有把一些重点呢 做比较大的 这个数字的呈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 几公里的这个范围 是 其实是 这边这一圈一圈的这个内容 不过呢 就算是这样 可能它还是没有一个 互动的图示 来得更 有效的能够传播一些讯息 这一张图 跟刚才那个讲的有一些 有一些涵盖的相同 但是呢 它是在 2013年的 返国大游行的时候的 手举牌的背面 那手举牌的背面 就是正面是口号嘛 然后背面 大家就看一下资讯图表这个意思 这张图 它是印刷出来 所以字也很小 可是呢 如果各位下载这一个 就看这一个线上的简报 在这张图点进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 有一个线上的服务 叫做Pressing 它的这个Pressing呢 最大的一个好处是说 它可以无限倍率的放大跟缩小 所以你很适合 在一个很大的范围 看一个事物的全貌 而且你又可以到 深入这个巷弄里面 去看这个事物的精细之处 但现在受限于时间 我又不那么细讲 不跳过去 但总之感觉起来 好像还是那么差一点 就是跟我们自己的 关联性到底是什么 好啊 核灾 可能它的那个比率 发生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用另外一个数字来表现的话 会变成这件事情 就是 这是一个网页程式 我看一下现在 有没有办法连得上网络 刚才有点那个 好 我试着来输入一下 听说这个地方是连发 马克 我这边太斜了 我努力的输入一下 没有就是 这我拿的证券吗 对 OK 没办法 还是 这边是 这边是逐科 这边是逐科 这逐科 好 好 这个比赛好像错 好 不过 就算错的话 这个是 这个是Google壁图的问题 因为这个网页它是去抓Google的API 然后去算这个距离 好 我们再换一间公司 这附近还有什么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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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很多场 好吧 那就是 今 金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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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 OK 好 OK 這就出來了 其實我們也沒有離合一合二場非常遠 就是八十公里而已 八十公里還在美軍 撤離日本福島核災的範圍之內 那 這個顏色 代表什麼意義其實就是對照這個底下 當時日本福島 會在他們撤離的這個距離 那其實這一個 這一個網頁是 我發想這個idea讓我的同事 然後去做出來 可能原始的程式只花一兩個小時 就做出來畫面調整 調了一陣子 那 一直被所謂的 永和人是認為說 這是故意做出來的一個網頁 實際上面我們沒有做 故意的做任何的資料出來 全部都是Google算出來的 那 我們也沒有在上面講說 它是反核還是永和 反核 它就是建立跟你自己的關聯性 你一定很關心 你現在離合鏈場有多遠 當我們有了這個資訊 這個資訊是客觀的 不會改變的 有了這個資訊之後 我們大家再來談 看看這個核電廠跟你之間的關係 那你再來看看說你怎麼樣決定 支持還是反對 那事實上它是一個很中性的 那 為什麼會被永和的朋友認為說 我們是在用這個網再來反核 然後故意塞一些假資料 原因是因為 你要是輸入馬英九啊 你也可以查出來 它是離核電廠非常的遠 那 有些人就覺得說我們是塞一些假資料 可是事實上Google地圖 真的能夠找到馬英九 那 那這個真的不是我們的問題啊 好 然後後來的話 有一件大事產生 好我們要走走快一點 因為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好 好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例子就是 也是跟核電有關 就是反什麼核啦 擁什麼核啦 擁什麼核啦 這一個影片其實是超過了 我認為 它所 就是一個懶人包 能夠接受的時間 三到五分鐘 因為它這個是七分多鐘 可是它的瀏覽人次 卻高達一百三十幾萬 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裡面用到了很多的 一個哽 三到五十來一個哽 讓你覺得說 欸你都好像沒有花那麼多時間 你就看完這個整個影片 核四上面吧 首先如果我們對著核四拿照耀鏡 你知道你覺得會被下個屁股 尿流歪七扭吧 因為核四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 和它都安全的問題了 噢 時間 噢什麼呀 解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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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課 解課不能吃嗎 不能吃到 我可以稍稍解釋給你聽 這邊我把重點放在前 核四安全監督會委員 林中耀先生的採訪照 因為我想這樣就足夠讓你 因為我的皮皮疙瘩 OK 大家看這個形式 為什麼能夠那麼長 大家願意看下去 因為它裡面用了很多的哽 來搭配它想要表述的內容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再講一個 跟我自己比較有關的project 是 基隆小鴨 當時我做了一張的 基隆小鴨的懶人包 然後放在當時我自己其中一個粉絲頁 這樣這個 字有點小 就先不用看 因為待會會 用另外一個形式來轉換 這個做出來之後呢 就簡單來講 我認為基隆小鴨有幾項事情 是世界第一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它做一個整理 但是我同時也很不爽 為什麼新聞媒體 天天在報基隆小鴨的事情 明明它就沒有那麼多事情好報 那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挑戰 在G20B的新年鬆裡面 我發起了一個計畫叫做 可愛的小鴨 我們想要用唱的懶人包 一分鐘之內 把基隆小鴨的故事給唱完 可愛的小鴨 可愛的小鴨 在愛陽荒場 大家來放 大家來放 全部要換多次在愛唱 一萬三千元唱 得我一揚 為其龍來爭光 可愛的小鴨 在愛陽荒場面上 張其家鄉 酒店鴨少 畫面珍惜就收出光 畫面在收入光 跟歌的堅強 得我一揚 跟歌的堅強 得我一揚 跟歌詞珍光 因為這裡面的素材啊 除了公式的畫面之外 就是 之前做靜態懶人包裡面的一些內容 那有一些抓不到畫面 我就再用靜態的內容去補充 比如說一開始的那些 所以這整個 也是透過CC授權出來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現在可能沒有什麼時間 能夠帶大家看 是一個 在G領域裡面 為了發起 服貿相關的資訊專案 那個資訊的專案 待會我們會介紹 其中為了介紹這個東西 有幾頁的 很簡單的 跟服貿相關的東西 勉強也算是 介紹服貿的男人包 那各位可以自己 再參考一下 好這個是 為什麼有那個 318運動的那一 317發生的事情 的男人包 好 因為現在我們時間不夠 就來看一下 最後的結果就是 其實在G領域裡面發起的專案 我們是沒有 對於議題有立場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在資訊方面 來協助政府沒有辦法提供的 做更好的一個服務的提供 比如說政府一直沒有釋出 哪些公司可能會受到 服貿協議裡面 哪些條文的影響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訊息 你必須透過行業對照表 去轉了兩三手之後呢 然後你再看看自己的公司 有沒有符合哪一個項目 但是他又寫了一些 像是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文字 所以這造成一般人 要知道服貿跟我之間的關係 困難重重 所以之前在2013年的時候 就已經發起了這個專案 可是大家都沒有什麼動力 只有到了318之後 突然兩週之後 這個網站就完全完成了 好 百分之九十幾的工作 在兩週之內就做完了 那我們現在又可以來查一個 公司的名稱 聯發科 好 欸 他跳到這邊來 好 我再拖過去一下 好 我想 我在這邊查 先輸入一下比較容易 聯發科是完整的公司名稱嗎 聯發科是完整的公司名稱嗎 科學現像合成 聯發科技 聯發科技 刚才自动捕完跳跳,我再搜寻一下 联发科技,好,第一个,搜一下看看 点进去之后,其实就会产生 联发科做的事情这么少,你们只有登记两个项目 哇,太厉害了,让我两个都选好了 做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登记营业项目的时候 你可以登记复数的营业项目,你登记几个都可以 但只有几个是你真正从事的营业项目 所以查的人应该会自己可以判断说你要查的项目是什么 好,我就选这一个跟这个,然后我来查一下 结果就是你被服冒了 那你为什么被服冒呢 这里下就用那个翻译米糕翻译出来的白话文来跟你讲 讲说在这一个行业里面 中国的厂商可以怎样服务在台湾消费者 或者是台湾的消费者怎样到中国境内能够怎样被服务 等等之类的这四个项目 就是刚才在前面有跳过去的那个来人报里面内容有讲 然后你就把它点开来看 比如说这个是中国的从业人员能够怎样 中国工作者可以怎样进入台湾 就可以看到一些很简要的白话文说明 可是呢,你可以很轻易的去点击到原文是什么 所以不是我们翻译了就觉得说我们翻译一定最好 有时候还是要让你对照原文 哇,这么长一串 OK 所以就是说查了你这个公司跟服冒的关系之后 还要讲这个公司跟服冒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 而这个工作我们政府居然都没有做 好,当然他就说反正就是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那我们就是签了 然后这样子一个甚至是行业的对照表 因为我们跟中国签的那个服冒协议里面的对照表 是用国际的标准 但是中国大陆那边有他们自己的行业对照 台湾这边还要转两层 要先把国际的转成主技处的那个行业标准分类 再转成公司行号登记的营业项目 所以等于是要至少要转两层 这个事情是在服冒协议签署之后六个月 第一次提出出稿 也就是说政府在签署的时候连对照表都没有做出来 那同样的我们透过这个方式 也不是去告诉别人说要支持或是反对 因为GNP不会做这种事 但是我们会把政府没有提供的资讯的服务给做出来 然后结果是什么 好 就有人贴了一个推特上的一则推 我就是我到现在都是珍藏了这个推 它上面写的 这字可能比较小念一下 TESA大距离密大TW 就是你被服冒吗的王子 Unless someone in菜市场 use this way by my iPhone They say it's easy to use and understand服冒 自己就感觉到说 好像这东西真的有用啊 自己都还自己在发疑的情况下 好 就真的有用 好 Anyway 这两个专案呢 看起来它可能是介于懒人包 跟不是懒人包之间的一些形式的组合 那这两个东西 事实上都是团队的作品 而且这个团队的所有的这个 怎么样进行这两个专案的过程呢 都完全记录在JLV的HackTime里面的相关的这个文件里面 所以当我们进行这个一个懒人包的制作 甚至是它是一个变成一个网页服务的这个专案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说其实你自己不需要十八般武艺都兼具 你可以找一些能够跟你一起做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耽误一下但到最后可能时间到了还是会把它弄出来 其中包括可爱的小鸭是从发起到做出来只有一周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事前呢 它比较短 所以我可以先最后一分钟交代一下这个过程 就是我原本做了那个静态的那个页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能还不够强烈让别人感受到我觉得小鸭怎么那么烦 新闻媒体一直在报 所以当时就想要用来实验一下用唱的懒人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就在军营发起这样的专案 在新年松的时候就准备去提案 那事前准备的过程中就已经透过大家协力把那个歌词给编出来 然后我们就已经决定用一个已经没有著作权的 它是卡门这部片这个歌剧里面的一个某个片段的那一段 那个斗牛式进行曲 然后透过当时在新年松里面 居然有人就自告奋勇讲说我来重新编曲 然后有些人就是来有带合唱团的经验 就说我来带那个君灵律合唱团 就马上当天就组了君灵律合唱团 然后唱的当然是很烂 可是君灵律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唱的烂也是有用意 因为我们的授权都是开放 我唱的烂 那你来唱嘛 你唱的比方好你就加入啊 你唱一个更好的版本出来 反正这些权力都是释出的 然后当时的又分了两段 第二个段子又是当时另外一位工程师刚好说 啊我有口琴 要不要第二段再加入口琴好了 反正就是整个就是很多是 就是在计划之中但是有很多部分是即兴的演出 就是当时你加入的人 会很激动性的弹性调整这个project里面执行的内容 那总之这个过程我们都有记录在这些Hackpad里面 那今天大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 那有没有有其他问题 或是想把其他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孝仙特别的爱心 分享 那我们社科就到这边为止 那我先预告一下 因为下次我们社科时间 其实确定是在4月30号 对 然后我会再寄活动投资给大家一下 应该这几天就会再发出啦 对不对 OK 好 那这个就是 签到的答案应该都有 都有签到吧 对 那有的话 那就 今天就到这边 好 谢谢老师阿强 谢谢阿强